白宮國安顧問蘇利文日前和中共中央外事辦主任王毅 在歐洲維也納會談了八小時 儘管國際輿論認為有對話就是好事 但是大陸官媒環球時報就表示 中方的態度不冷不熱 原因是中方心已涼 要熱起來恐怕要費點功夫 白宮國安顧問蘇利文與中共中央外事工作人會辦公室主任王毅 日前與維也納會晤長達八個小時 儘管國際輿論普遍認為美中之間有對話就是好事 但相較於美國較為熱烈的反應 大陸官媒環球時報社評卻指出 中方反應之所以不冷不熱 是因為美國長期以來損害中國利益 環球時報指出 美方在中國社會的信譽已經瀕臨破產 美方想要重組無法只透過口頭表達 當中甚至提到大陸民眾心已涼 若想熱起來還得費點功夫 文章最後更直言 吃乾媽淨的美式外交在中國大陸是很難撈到油水 王毅就台灣問題全面闡述了中方嚴正立場 雙方還就亞太局勢 烏克蘭等共同關係的國際和地區問題交換了意見 儘管白宮國安顧問蘇利文重申 美國人基於台灣關係法美中三公報以及六項保證的一中政策 反對任何一方片面改變現狀 美方不支持台灣獨立 儘管如此仍被部分人士認為白宮聲明有刻意淡化台灣問題的傾向 中美之間保持著溝通 而環球時報點出美國在中國社會的信誉接近破產 似乎也反映出美國官方從年初就不斷喊話 希望拜登能和習近平對話 以及美國國務卿布林克想要訪問北京 都得不到大陸官方的正面答覆 似乎其來有資 大陸天週六號才剛結束 將補給物資送往太空的任務 那麼未來甚至預計還要送冰箱 讓太空人可以在空中也可以品嘗到煎牛排 而至於在美國也有公司計畫 要推出所謂的太空旅遊美食 好 所以這麼一來 未來可能在宇宙中還有享受米其林的餐點 如果能夠一邊在地球上空看星星 一邊品嘗米其林餐點會是什麼體驗呢 美國一家公司推出了嶄新的太空冒險旅遊計畫 儘管目前只有少數人體驗 但太空已經不再是人類遙不可及的景點 除此之外 其實火箭發射地點也是極佳的觀光資源 4 3 2 1 燃火 長期火箭在海南文昌發射場發射 托舉天週六號送往太空 還帶動了當地的火箭旅遊熱潮 許多大陸民眾專程來文昌看火箭發射 開車來的時候那個招牌就寫了航天小鎮 對 我就覺得哇 這個氛圍就已經起來了 事實上近幾年來大陸航太產業蓬勃發展 文昌發射場頻繁發射火箭也帶動當地觀光旅遊業 海南文昌這個過去以傳統漁業為主的城鎮 現在因為火箭帶來全新的旅遊氣象 而天週六號隨後順利與中國空間站對接 將多達兩百八十天份的物資 送給神州十五號三名太空人 其中除了新服裝 食品 飲用水等等 還有重達七十五公斤的水果 包含蘋果 橘子 南寧特產臥甘 安徽特產蘇黎等等 讓神州十五號太空人在外太空 也能品嘗熟悉的家鄉味 航天員打開天週六號艙門 完成必要的測試和流程後 第一時間把他們轉移到問天艙的生物技術實驗柜里 不過天週工作人員並沒有止步於此 他們還有一個遠大的目標 天週系統主管設計師王然指出 如果未來想要在太空中吃煎牛排 牛肉就必須在地面冷凍上行 未來能力逐步提升 不只能保障太空人更好的生活品質 宇宙中享受米其林美食也指日可待 記者離境綜合報導